今天要聊个很简单的事情 可口好喝还是百事好喝 哇 贵宅快乐所 那你这怎么三杯呢 分别是可口 百事不可可乐 你是可口党还是百事党 可口 抠一 百事 抠二 你来测评一下哪儿好喝 这一喝就是可口 可乐 这是百事 偏甜 混合的味道怎么就淡了呢 所以你觉得哪儿好喝 第一个 因为我是可口党 如果我要告诉你 这三杯都是混合可乐 哦 真的呀 对 这三杯都是 一半可乐 一半百事 而且量都是一样 先倒的可乐 后倒的百事 那为什么我喝第一个 我就是觉得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 第七效益 喝完的 来来 干杯 非常快乐 很简单 奇怪的知识又怎样了 大家好 我是全道 大家好 我是三一 其实之前在德国 有一次一模一样的实验 我真的觉得第一杯好喝 参与实验的人都选择了可口或百事 但实际上这三个杯子里 装的都是混合可乐 厉害 研究者发现 认为自己在喝百事或者可口的人 脑部的左腹侧纹状体更活跃 这个区域通常和快乐有关 这并不是说你爱喝它们就快乐 我喝它们真的很快乐呀 而是你的潜意识 已经深深地被它们的广告所影响了 导致你不用喝可乐 仅仅是看到可口和百事的名字 就会刺激你大脑的潜意识 影响你快乐 这是真的肥宅快乐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可口和百事的销量 每年这么好 依然要花重金去做广告 因为可乐品牌大战的主战场 不在这个罐子里 而在广告上 为什么我想到脑白金呢 他们都在争夺客户潜意识中的预期效应 为了进一步验证预期效应 经济学教授丹艾瑞里 在麻城理工还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他把一瓶普通的啤酒加了几滴香醋 叫做特酿 然后他把特酿的啤酒和普通的啤酒放在一起 让学生们来进行品尝 老师带着学生喝酒 大学 结果大部分学生都对特酿的评价非常高 老师之后又进行了一次实验 但先告诉这批新来参与的学生 说是这些所谓的特酿就是加了几滴香醋 最后这组学生全部表示特酿难喝的妖命 这就是预期效应 比如说我刚刚进去倒可乐的时候 我故意跟你说 先倒一杯可乐 再倒一杯百事 再倒一杯会喝 所以你就真的以为 好喝那杯是可口 对 被你骗了 这就是预期效应 这俩实验都反映出了 主观期望确实能改变人对事物的判断 所以人们的喜好 有时候并不是通过体验后而得到的 你听到了和看到的 可能早就被人预先设定好了答案 例如有的渣男在大学里为了吸引小姑娘 就会在朋友圈里非常精致的包装自己 来给目标用户种下预期效应 比如在朋友圈里 炫耀自己的名表 还有轮车 出入各种高中的场合 参加各种户外的活动 经常和朋友聚会等 以此来种下高帅 性和开朗等预期效应 而实际上交往一场发现 哎 渣男一个 有的甚至还不是富二代 就是加了香醋的啤酒 你好像很懂呀 那你的朋友圈呢 这样 生活中我们经常能感觉到预期效应 就像一个人 朋友不喜欢他 经常说他坏话 所以当你见到他时 第一印象肯定不会好 还有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 觉得挺有趣的 但一看 哎 点赞这么低 就觉得也不过如此 有时看一个视频 不过如此 但一看 哎 点赞挺高的 就觉得还不错 心理学解释了这些预期效应 说人们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避免言行不一 始终要保持逻辑上的自洽 其实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错 也要暗示自己 要自言其说 所以预期效应 可以改变人的认知 他人的评价 权威的意见 公众的舆论等 因此商家们就很好地利用了 预期效应来塑造品牌 比如商品的原产地 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消费者 像是英国管家 德国车 中国菜等 加上这个地名 马上就会觉得 这个产品很棒 还有云南白药 青岛啤酒 俄罗斯福特加等 都是这个套 价格锚定 也能塑造产品的预期效应 像是消费者 难以对两样产品辨别好坏时 会想当然地认为 越贵的越好 据说当年某药 两块钱没人要 后来把价格调到了二十 就供不应求了 从三千万的销量 飙升到了一个亿 因为人们不相信 两块钱的药能够治病 二十块就行了 你还想要多贵 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 也能重视下这种预期效应 比如你喜欢这个视频 点个赞评论 这个视频的互动量上来了 作者一看有了信心 有了预期效应 觉得下期视频会更好 就会加更爆更 盛情运更 你不要乱托不赖个 好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